三四个壮汉把推车推进房产公司 上头数百捆沉甸链的货物 打开一看把工作人员都惊呆了 我当时把这个钱拉过来的时候 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惊呆了 没见过这么多的硬币 然后就叫了这个东西比较沉 然后就叫了十几个保安 然后一捆一捆提下来的 原来这些全部是一元硬币 仔细数一数一共有两百捆 一柱五十枚 一捆十柱是五百块 两百捆整整是十万元人民币 约台币五十万 购房的这个黄先生 他是个福建人 他跟公交澳公司 这边有个业务往来 直接就从公交澳公司 把这个钱直接拉过来了 这样一捆硬币 足足有六斤重 两百捆就是一千两百斤 相当于我们的六百公斤重 要把十万枚硬币 拆开来一个个数 的确是个大工程 让员工伤透脑筋 为了避免出错 购房者还写下一份承诺书 表示如果数量不足 或是有假币 可以由他本人负责 最后开发商联络了五家银行 才把十万枚硬币 全部存进银行 记者综合报道